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慧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中小企业发展 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李慧华董事长的 每日社评码头工人罢工 美国东岸及墨西哥湾之码头工人周二开始全面罢工 这是50年来之首次 也使全美半数以上之海运陷入瘫痪 导致许多食品及汽车的运输延误 这场罢工行动将使业者每天带来数十亿美元之损失 并会影响到物价上涨及通货膨胀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于10月1号凌晨发表声明 拒绝了美国海事联盟之谈判 并强调没有满足工会成员之要求 拜登总统也立即呼吁双方努力达成协议 这对于即将在11月5号之大选产生影响 对民主党是不利的情况 目前纽约港码头工人之年薪已达到15万美元 他们担心AI自动化会威胁到自己之就业前景 目前国内外之情势是一团混乱 伊朗昨天向以色列发射了182枚飞弹 引起中东局势恶化 乌克兰战争又未见曙光 又加上工人罢工 这使在位之民主党增加了许多麻烦 我们非常担心这些问题会引起更多之连锁反应 导致更多之战争 感谢观看